Hello 欢迎大家收看写字旅行的频道 今天呢要来介绍一款口袋的原汁笔 然后是德国Cawaco所设计生产的哦 那我们今天就来认识这个原汁笔吧 那德国Cawaco所设计的这一款原汁笔呢 叫做Lilliput 那Lilliput是它这所有的产品线里面最小巧的一只 那原汁笔呢它有分为两款 一款是带盖的 然后另外两款是比较常见的按压式的 那像这种带盖的原汁笔 其实它的产品线还有钢笔 那造型呢就跟钢笔一样 只是说里面打开是原汁笔头 好这是带盖的 那这个是它可以往后面这样选起来 在书写的时候你可以选起来 所以这是带盖的一个原汁笔 Lilliput 然后这个纹路是Fire Blue 火焰蓝 然后像这个这两款呢 就是比较常见的按压式的 这样按出来 一按下去就笔芯就出来了 然后这是黄铜管的波浪纹系列 然后这也是黄铜管 然后是就是光滑板系列 所以这两款都是按压式的 所以它就看它提供这两款 应该就是让消费者选择说 你是习惯有带盖的还是不带盖的 那今天呢都会介绍这两款给大家认识 那首先呢 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说 这是Cawaco里面最短小的一个系列 Lilliput 那我们来看它的尺寸 那不论是带盖不带盖 其实长度接近9.7公分左右 那可能按压式的比这个 可能稍微长一点点 你看可能稍微长一点点而已 所以它长度约莫9.7公分 其实非常的短小 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口袋的一个原子笔 可以放水手就可以搭在身上这样子 然后首先呢 我们先来介绍这一支带盖的 我们这两支待会再介绍 我们看一下这个Fireblue 那就所知它带盖的这个原子笔呢 还有红铜系列跟黄铜系列 对那它就是这几款做有带盖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打开之后 应该先看外观啦 它这边都有一个Cawaco 还有什么Lilliput Germany 好 这边有CawacoLilliput Germany 然后这边天冠这边有Cawaco的经典标志 印字上去的 然后这边底部就是这样 然后它这支火焰蓝呢 就是它每个它就真的是用火烧的 所以它每个每支的纹路就不一样 比如说这支是钢笔的 钢笔也有火焰蓝 好 你看这两支的纹路就不一样 它每支都是独一无二的 然后像这个 对啊 上面是有CawacoLilliput Germany 然后它这个有笔盖 说出有笔夹 你可以自己再单独买笔夹 因为它是圆形的嘛 有笔夹的话就比较补义滚动 也可以放在你的口袋这样子 就是胸前的口袋夹着也很方便 好 那我们再接下来看这一个打开之后 那打开之后有时候有人觉得 这样哪 可能太小支 那你就可以把它后面这样选起来 它设计这样选 就是让笔盖选在后面 就是这样你笔盖不容易不见嘛 那假如旋转起来之后 就是大概是多长的呢 好 大概是 12.5左右 那就应该是蛮接近你平常在用的 像这是卡达的原子笔 就是蛮接近你平常在使用的长度了 然后或者是这个是 BIC的 BIC这种也是带盖的 BIC它是这样拿起来写 好 可能这个更长啦 不过就是至少你这样就买 假如你是习惯拿长一点的 那Lilipu这FireBlue可能比较适合你 就是你大概之后 就蛮像正常的一般的原子笔的长度了 好 那接下来呢 它的笔芯的 我们打开看一下 它笔芯的替换方式 那你可以打开之后 它是这样 这跟按压式的不一样 待会按压式我会再示范 它是把这个打开起来之后 就用这个 好 这是 Kawako它自己本身有出笔芯 好 然后这是1.0的尺寸 那其实这是D1形式 那D1形式就很多款笔芯都有 各个平台几乎都有 什么白金啊 那个Uni啊 30铅笔都有制作 稍后会再做介绍 那你要换的话就是这样换 所以这个还蛮特别的 再选起来 然后再选回去就可以了 原汁笔的替换方式其实都蛮简单的 好 这是 FIRE BLUE的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两款的黄铜款 好 接下来介绍这个按压式的这个黄铜款 那先看一下这光滑板的 然后这边也是 刻有Cawaco的Lilip 那光滑本身就是你看表面都是蛮光滑的 然后它材质这两个字的材质是黄铜 好 然后波浪纹的话就是你看表面就是制造出那种波浪纹的效果 好 这也是刻印有那个CawacoLilip 然后天罐的部分 也是一样可有这个 Cawaco的标志 然后这个按下去 就可以使用了 然后黄铜款的就是 的材质呢 本身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会随着 时间可能表面上会产生氧化 然后譬如说像这一支 这是 Lilip的 钢笔板 然后它 就是你看它表面笔身 假如你放着 在空气中氧化它就会随着时间 可能每 所以时间可能表面上会产生一些 氧化物这样子 有些人就喜欢这种旧旧的感觉 那当然这些氧化物 也是可以利用一些 那个比如磨砂质 把它磨掉之类的 可是看个人要不要除掉 因为有些人是喜欢这种旧旧的感觉 所以像打开之后钢笔就长这样 那你看这边都还 看起来蛮比较新的 然后像喜欢买黄铜款的话 就是你要能接受它表面 可能笔身 可能有一些细纹什么的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就是因为它是 然后或者会产生一些氧化物 这些都是你必须要视线知道的 有这个情况会产生 好那这一款的换笔线方式呢 虽然你可以从这边打开 就可以看到笔心了 那它真的要换的方式是你把 你从后面这个也是旋转开来 朝这些方向就是逆时针讯能开来之后 你会看到这样笔心插在里面 然后就是用力把它拔起来就可以换了 然后反正就是D1形式 然后它本身卡维口本身就除了叫做卡维口瘦 然后它有F-Size跟M-Size的 M-Size大概就是1.0啦 F-Size大概0.7左右 好那你要换了之后就把它插回去 然后再把它转回去 所以其实在换的时候 中间这个地方是可以不用拆的啦 好那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换的方式跟刚刚前面 就是有盖子的不太一样这样子 好那这是黄铜款的 我觉得黄铜这个很可爱啦 那它的笔甲呢 跟钢笔的或者是带钙式的就不同了 因为你看这是钢笔用的 就刚刚我从我的钢笔发采了 它有它自己属于自己的 它的管径比较小一点 好所以到时候可能再买 就是钢笔试用的 所以你也可以大概看一下 可能直径上 有带钙的会比这个没有带钙的稍微粗一点 好所以假如是有带钙的这个 这个原子笔呢 是可以跟这个钢笔的这个笔甲共用 然后就是直接这样夹放进去 然后夹放进来就可以了 好所以其实说有盖子的话就是应该说有笔甲的话就是你放在桌上就比较不容易滚动了 然后也可以加在口袋的 你胸前的口袋是很方便的 所以未来的话我应该还是会就是买这个适用这个原子笔的笔甲来套 好我这边做一下原子笔的比较 那我就是把它就是变成书写的长度就是 像这个已经打开的是Bick 然后这是Blend 然后这个是卡达的原子笔 然后这是Fire Blue Lilliput的已经带钙的 然后这是安亚式的Lilliput的黄铜款的 好那你可以看 常见的应该是这两款啦 然后可能卡达的这再短一点点 可是也是蛮接近常见的 所以假如你是比较习惯一般的长度的话 会建议买这种大概的 就是因为它长度使用起来会比较 就是跟你一般长度一样 那假如你是喜欢小巧可爱的 那你就可以买这个 就是你手也小 然后你拿起来你觉得OK 你就可以买这种安亚式的 所以Lilliput就是提供有大概跟没大概 让你可以做一个选择 好那最后呢做一下新的分享 那其实当我看到 因为之前其实都只有钢笔 我就只有钢笔嘛 像这支钢笔是 其实刚开始我也是很喜欢这种小巧可爱的 所以我就马上收了这一支钢笔 那钢笔跟这个 就是 原汁笔就插在它里面就是钢笔嘛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基本上外观长度就是差不多 然后可以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可以 我现在没有上墨 有卡水或者吸墨器 有小的吸墨器 它也是卡尾口出的 都可以使用 所以喜欢钢笔的人就可以买它钢笔款 那那像假如就是像我前面讲的 喜欢一般长度的话就是买这种大概式的 大概式的 大概式的原汁笔 会让你比较常使用 那好处就是 你假如说你要收起来 它就变成很小巧的 口袋钢笔 口袋原子笔 一直讲钢笔 很小嘛 所以放在口袋啊 都很方便 细带也很方便 而且又是金属的也蛮 就是不会那么轻易的 一刷就坏掉了怎么样的 毕竟是金属的材质 然后像这两支的话就是 假如你拿的话 你不介意拿这么小写字的话 那这两支方便是比较高 因为它只要按下去就可以用了 一按就可以使用 所以就是比较符合一般 对原子笔的影响这样子 那攜带性就是很高嘛 那唯一的缺点就是可能比较短一点 那这就要看个人的选择了 所以我觉得这两 这个莉莉普的原子笔就是 适合那些喜欢学生携带的小朋友 的朋友 然后或者是说 像我看你看这种 像我看到这种很短小的东西 我觉得很可爱 有些人也喜欢收集 像钢笔的人就说是短钢嘛 我有很多短钢的一些钢笔 所以我看到这些原子笔的话 那原子笔可能又比钢笔更适用性更广 因为可以笔心不用再装墨水就可以使用 所以也是对于说 喜欢胭脂笔的人 来讲是一个便利性 你喜欢短小可爱的笔型 那这个莉莉普的 这个就蛮适合你的 所以呢 我觉得今天呢 就是觉得 看到这个真的是超可爱的 所以就迫不及待跟大家分享 那而且它有两个款式 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跟喜好来做选择 好 那写字旅行呢 今天大概介绍就这样子 那假如你 比如说你对这几款呢 你觉得哪一款比较适合你啊 或者你比较喜欢哪一款啊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写字旅行就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